從5月1號就開始新北市的垃圾袋 就降價跟台北市一樣 讓生活疫情和步驟 有一個對新北市市民來講 非常重大的一個政策要在這裡做新聞 那新部的同時我也要經過柯次長給我的滿滿的支持 因為新北市的垃圾袋 每公升的價錢比台北市貴 所以在兩市的共同生活上 如果垃圾袋能夠統一 垃圾袋能夠價錢統一 新北市的民地 台北市上班 它能夠在就地買垃圾袋 或是我們兩袋合一的環保袋 那在使用上非常方便 那甚至我們台北市的市民在新北市上班 那在新北市買也可以很方便 所以對很多的生活的便利性 因為新北市的垃圾袋的成本 比較高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降降 我們最近這幾天 我說請我們的環保值稍稍稍稍稍 有沒有降價的空間 就算降價的空間不到 跟台北市的價位0.36元 是一樣的 我說為了雙北的合作 為了讓新北跟台北 更方便我們所有的市民的共同生活圈 我們新北市差的差的 沒關係 我們新北市出錢把它補充 不過我們蠟齡的成本不足為收藏 都為什麼我們跟台北市換 所以剛剛我有跟副市長說 我們這樣一個議題 讓美專業的兩位還要管保 depend 福建市前的細節 若細節講好 兩次防保在一起的價格 可以互相流用 阿那個酸解期間 阿那總管000人說得好 市長我們請就是5月1號 要來政事來做 這由市長來做 你講 我們市長說阿莎也說好 這有一個小伯父 他就說沒有問題 所以我問市長 發貨市長可以意想 我來報下了 我去哪裡都問 沒有啦 講好就好 沒有啦 有些小事